救命 警告你, 城寨不了你亂來 搞事 什麼都沒有 AAM730的觀眾, 你好, 我是吳韻龍 我一向都是鄭寶瑞的粉絲 未跟他合作之前, 未認識他, 已經很喜歡看他的電影 所以他一找我來開會, 哇, 立即跑上來, 到他的反應 當然第一、兩次開會是沒有offer這個角色給我的 他都說, 識功夫的演員在香港一隻手可能都數得到 那都要找我上來聊天 不過最初都是聊天而已, 都了解他想做什麼 那到第三次開會, 他就offer這個角色給我 就是王狗這個角色 其實我們每一個演員都有聽這個傳說 這個傳語 不過其實不是, 他不是折磨你 他是帶你去一個階段, 你自己都想不到 我們每一個演員都說他給我們很多空間 去發揮和演 一個好導演是他會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去盡一點 你去到適合電影以來, 你是可以去到什麼位 就是一個位你自己做的演員都未必想像你自己都可以去到 做造型的時候, 我沒有進入的 我自己沒有話事的 一來到他們說, Philip 你穿一套西裝 貼的鬍子, 底的假髮, 底的褲眼鏡 導演已經有跟我說, 其實他一來到就說 Philip, 你都拍了這麼多年戲 以及觀眾都知道吳穩龍是誰 我覺得是時間可以試一下一些不同的東西 每一個人穿衣服, 做事 都是有一個過去和內面的想法 令到他的外表表達自己 一個表達自己這麼浮誇的人 通常都是自卑變自大 他可能自己覺得 又要經常跟著他大哥 其實自己很有本事 為何我要做這些事 就要在自己的外面 要表演出來我多厲害 他一來到就叫我笑 我說, 笑什麼?導演, 你想我怎麼笑呢? 你說個笑話, 讓我笑吧 他說, 不要理你, 笑吧 就笑吧 就開始試不同的笑容 就開始明白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笑容如何幫到角色 第一天已經有個方向 不過未100%是到的 就是你感覺到的 不過去到第二天 我們拍一場戲 就是我和韓金帽的出場 不過在這場戲裡面剪了 不過幕後花絲也有播出 那場戲就是我們兩個一起殺一個人 我會開始演繹一個很頑皮 很頑皮的一個角色 不過很頑皮的 很壞格 不過又帶來有一點幽默 然後合在一起 大家都開始覺得這個方向對 我開始看到導演會開始笑 做會沒有一些東西出來 其他工作人員可能會模仿笑容 模仿演繹方法 去到一個階段 大家都很肯定 到了那個階段 有時導演就說 好, 今天黃九要面對這個問題 或者要做這件事 他會怎樣做 你給我五個版本 我選一個 去到那個階段就變得很好玩 其實你做反派 其實在劇本上 在故事裡面的作用 就是給一個難度 那些主角人 正派怎樣去解決 才可以得到他們的優惠 得到他們的結束 就是他們的旅程 你是要製造一個 大師傅出來 是他們很辛苦 要很剛剛好才可以突破它 觀眾才可以追蹤到這個旅程 和覺得他們的結束 是賺回來的 最初說 其實《惡戰》的口碑挺好的 不過有些 我想出飄放 因為出的時間 就不是那麼理想 有很多其他戲想 我每一部戲 我都會盡力去做 和會想做得最好 不過有些事情是天時地人和 其實一步一步來 我不是突然拍戲 終於有人認識到 其實我都是 我想今天的成功 都是 Based on之前的努力 不會覺得很長 因為其實我不是拍完這部戲 別人才認識我 或是被公開的 我以往都不停有公開 和有人找我做演員 和做武術指導 不過今次這部戲的反應 是特別大的 總之 你拍完戲 你都不會想到的效果 你不會說 我拍這部戲一定會提名 你不會的 你是我現在拍這部戲 我想做好 我不會想做正派或反派 或是甚麼角色 因為你做一個演員 其實你是沒有形象的 你應該是 別人給你甚麼工作 你如果覺得這個角色 有得發揮 和可以表達到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或者可以幫導演說 你自己喜歡的故事 就已經是很滿足 我很明白 自己做工作人物 自己的私隱 自己的評語 都是一種娛樂 對觀眾 那時也有一點影響 例如我有一部戲 和薛凱琦拍的 是一個笑片 阿禎哥 好像做導演的監製 有一場戲 在一間廳製作 有幾本雜誌 不說幾本 就開了看 又寫了幾個東西 我又給薛凱琦看 那時都簽了沒多久 別人叫你用恩星 你就做個大星給別人看 你不要理別人說 你做好自己 你一做好自己 別人就沒話說了 我想你打很多演員的名字 在Google 他們都有這些新聞出來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罕有 其實都是一個榮幸 別人是興趣 我的生活 興趣我為人 為何會興趣我為人 都是因為他們喜歡我某一些作品 所以其實是一個榮幸 OK的 我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一向都說功夫動作片 發源地是香港 這部戲就希望帶回潮流出來 因為香港都開始缺乏 以及被其他國家追上 我也很開心 動作片可以發揚光大 其他國家都開始模仿 以及成功 我有幾部戲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我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動作片 看的那些長大的 有兩部戲我很喜歡的 一部就是快餐車 有成龍大哥大 鄭雄錦寶和元彪 三兄弟一起演 那時他的默契 打的設計 是很影響到我的 我很喜歡看他們三兄弟一起演 另一部就是飛狼晚將 就是Dragons Forever 英文就是他們三兄弟一起演 不過有一部戲 令到我真的想入行 而在我的心裏 覺得如果有一天可以做這件事就好了 就是最拳第一集 其實他都很厲害 看到他打的那些 全部都是他 就是沒得騙人的 你的速度感 力度和節奏是沒得騙人的 那些經驗和技術還在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沒多久 差不多20年前 跟他拍了一部戲 跟他對打 第一次跟他對打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經驗 沒有現在那麼豐富 所以都有點緊張 有時未必達到一個最好的水準 不過他很好 他會令到你 他跟他拍打 他是一個好的Dance Partner 他會令到你 可以超越自己 覺得自己可以做的事 而且他會幫到你 有時打打一下 可能你要低頭 閃一下 再起床打他脫 可能你如果時間離開了一點 他會按下你的頭 打你 再拉起床 帶你人去機器 你應該要去的位置 他會幫到你 拍出來也不覺得 所以跟他拍戲 是會令到自己也好看一點 到今天也是 因為始終都是前輩 最大的壓力 不是拍得不好看 是想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 是確定自己可以保護到他 打打之中也要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